Hello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我是毛毛B 今集我們就要來介紹Crashman MTR的第22集 就是要介紹佐登站 我們現在就在尖沙咀站的出口 我們馬上去坐車 壓去左邊差點 好快來到佐登了 佐登的主色有兩款 有淺綠色和深綠色 沒錯 樓上有裝修景帆 從去年11月裝到現在景帆 這裡是淺綠色 然後這邊就是深綠色 那就是佐登 上下有一個欄杆 這邊一樣 這邊就是往中環的二號月台 沒錯 這邊又沒錯 一號月台往荃灣 佐登站真的沒什麼好看 很簡陋 那就是 透露一點 因為我現在正在建將軍路線的康城站 我已經建好康城站 但為什麼我繼續建康城 因為我建了 當然這個模擬 我不會真的建日出康城 那我就建了 康城商場和康城村 不過建築很小 因為我沒有這麼心機建這麼多 還有趕工 因為我現在拍片 好像一兩天就出一段介紹片 但我現在因為建的那些站很煩 很多東西要搞 所以現在可能是 介紹一個站 就建0.5個站 對 所以我現在盡量要做 那我們現在上大堂看 但沒有什麼好看 就沒有綠色的 這個就不是新款的雜機 因為這個很早之前就開始建了 佐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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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這個也是一個舊款設計的 我以前一開始會建的東西都是這樣的 麻煩這麼快就介紹完佐敦站了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和分享 那我現在要飛回去康城 建康城村 我現在建 那我預計康城村 我就不會建那麼多棟 當然可能一棟就算了 對 我現在說是棟樓 然後商場是浪費很多時間田地 那就 今集就來到這裡了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記得like subscribe和share 那就 好啦 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還有我看到那個 ROBLOX 84M的那段片 就很出名了 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們現在就到了 先揭露 下集再見 拜拜